Celina任家宣 这天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台北眼镜展 以眼镜造型现身的Celina 看上去非常干练 很适合老板娘这个身份 Celina所投资的第一个副业 就是做即时食品生意 一开卖反应超好 还被人说难抢过演唱会的票 令她都非常惊喜 好像比演唱会的票还蛮强 有吓到 真的有吓到 因为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市场 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人会喜欢 或是有没有那么多人的需要 所以在一开始 就听到这些好消息的时候 我自己真的是蛮兴奋 有啊 他们当然吃过啊 我在第一时间就给了他们 就是礼盒这样 然后他们喜欢什么口味啊 他们好像都觉得蛮好吃的 在Celina出席活动的前一天 她的前夫张成忠就传出 和交往两年的女星 隐心情变的消息 让Celina又忙于回应媒体的追问 昨天在拍杂志 然后就媒体就来问嘛 我说我不知道耶 那当然就是祝福他 对 那后来有关心他一下啦 我就是问大概问他还好吗这样 那他就说还好 我们这也是几世的因果才换得了金氏的因缘嘛 这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很合理的 大家都会这样去联想啦 我觉得对于我跟阿童来讲 其实都已经可以接受了啦 对啊 那其实我跟他平常真的 我们都是可能重要 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联络 那一般的时候都是 把姚记祝福之心在自己的心里啦 对 前夫阿忠的春天就刚刚完结 但是Celina的春天就好像即将来临了 离婚后一直受到大家关心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二春的Celina就透露 最近有追求者啊 是的确是有人觉得 他觉得我还不错 但是他是觉得姐姐不错 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你自己比较强 对啊 你自己不能接受啊 我觉得 嗯 有一点难度吧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男生都比较 比女生还要来的幼稚一点 所以 就希望会找年纪当然要大一点 目前因为最近真的很忙 也没有时间可以什么单独出去啊 或者是更能够聊天 因为我觉得你要聊天才知道一个人的想法跟你 是不是合的 虽然我现在说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幼稚 可是也不一定啊 搞不好人家很成熟啊 好